因為他 他不喜歡我的表演方式 都重拍 可是我會覺得很煩 就會覺得 好 這兩個沒有哪一方是比較長的日上 我們兩個對錢都 他是會計系的 然後我這戲劇系的更不會 因為我都會會計畢業的嘛 那當然都會算這些錢 但是我覺得如果自己的錢 都要這樣算 我覺得好累喔 我覺得可以過得舒服一點 就是沒有必要每天在那邊 20塊 我覺得太累了 這樣生活很累 那你剛才做的過程 你覺得什麼事情 你一定會過不來的 那因為他比我大12歲嘛 然後進這一圈也比較久 前輩嘛 就是 你覺得比較成熟 所以呢 他常常會對於我的表演的方式 或是我演藝 或是我說的方法 他就是會不滿 所以我跟妳講 我的經紀人呢 就常常每次 譬如說 他丟一個東西 他就說 那斗哥覺得OK嗎 不是問我覺得OK嗎 可以嗎 不過你要想喔 你在做這些文案也好 行銷的東西也好 你是有一個 對 他就會覺得他很悶 他覺得天啊 我這個金鐘編劇 拿過金鐘獎的編劇 居然在幫你寫文案 在幫你修改文案 這樣是有點大材 有點小用 沒有沒有沒有大材小用 絕對沒有大材小用 只是用的 殺雞煙用牛刀 不是 用的地方有點奇怪 就是我是寫劇本 然後跑來弄文案這件事情 就這樣 就每次想到我就覺得很好笑 所以他其實就對我很多要求 所以我常常就很多拍了什麼片啊 或什麼 那這個我要檢討 都重拍 我要檢討 因為他 他不喜歡我的表演方式 可是我會覺得很 韓就覺得 其實我會先生氣啊 然後他就生氣 然後我就要你求老這樣 你不像投降 誰只要是誰都在你 我沒辦法忍 冷戰 然後可能 從早到晚不講話 然後到晚上我就忍不住了 對 然後我就投降了 但是我們沒有發生過一個禮拜不講話啦 當然沒有因為我忍不住啊 對啊 所以晚上就直接就是覺得說 你現在怎樣 一天內 一天內 十二個小時內 睡覺前 對 小朋友做完總做過大概多的 應該是想在 你休養了差不多三個月吧 醫生也是建議三個月 對 就當做月子吧 元氣大傷啦 那一次 他該有強調嗎 唉 強調嗎 你決定喔 我沒有辦法決定這種事情 他捨不得我 對 我在這個 我不表示一千 但是他又覺得說 如果我今天真的很想要 他也覺得他可以 配合 就是他 他會照顧你 這樣 對啊 他就隨便 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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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